打色情擦边球的二手车推销院 有人喊粉丝爸爸 继佛院 病院 幼儿院等各种院之后 网络直播平台右线二手车推销院 在短视频平台上 二手车直播带货频现低俗营销 为了吸引关注 女主播们往往都衣着暴露 搔手弄姿 用各种性感撩人的姿势 和具有挑逗性的言语 大打色情擦边球 他们希望二手车行业能回到比拼品质的正轨上 而不是一味的比谁家的女主播更好看 更落苦 也有网友认为 此类露骨的直播并不仅仅存在于二手车直播行业 其他行业也存在 需要平台见好审核义务